《環琴月澳深度合作區》開局首年 在月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合作身體制下 取得了許多制度、規則銜接的創新和突破 環琴月澳深度合作區執行委員會副主任聶新平說 未來三年計劃實現的規則銜接私項超過100項 推進人員往來高度便利的機制銜接 從9月1號起在澳門的外籍人士將實施更加便利的簽證政策 同時我們對澳門非營運的單排車也全面放開了指標限制 降低了澳門單排車在內地的保險費率 推進跨境金融創新方面的機制銜接 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合作區的企業到澳門去發行企業專項债 推進市場准入方面的規則銜接 我們的降低市場准入清單正在加快推出 合作區執委會在澳門設立了辦事處 為澳門投資者到合作區發展提供全程的服務 推進法律服務方面的規則對接 目前在合作區的聯營律師事務所已經達到了5家 我們還成立了一系列的包括國際仲裁平台 恆請國際仲裁院 此外 執委會還推出浦宇國家的稅收辦公室 跨境工程的國際商事調解中心 以及一事多政的職業技能認證 大大促進琴帽一體化的步伐 深合區的建設更為澳門青年創出澳門提供好好的路向 尤其深合區的四身產業 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 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 文女匯展商貿 現代金融 推動產業實體化營運 為澳門青年創造更多高品質的就業崗位 我們面向澳門青年 推出了專門的定向招聘計劃 拿出了400多個就業崗位定向 面對澳門青年來進行招聘 同時我們出台了相應的措施 拉平情澳兩地的就業成本和收入差距 減少澳門青年在合作區就業和生活的後顧之憂 我們針對澳門企業、澳門居民 所有的扶持措施 都是在普惠的標準基礎上上伏20% 深合區執委會將精準對接澳門的優財計劃 希望透過澳大、澳科大及相關創新平台 吸引國際人才落戶深合區 為青年提供更好的創業空間 中文字幕提供